這聲音還可以嗎 喜歡嗎 大家的歌們 記得幫我按個讚 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要分享兩種ROG變聲效果 兩種都是開源的 第一種跟朋友要的 第二種也是開源的 來聽聽效果 我先把這個軟件關掉 懶人包解壓縮 點進去拉到最下面 變聲器 變聲器我們打開 打開了輸入密碼 密碼 我會放在首頁 把密碼貼上去 解壓縮有亂碼但不影響功能 這還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我們按這個 出現一樣是亂碼的格式 然後首先我們點左上角 左上角的話它出現的聲音的配置 然後這是我的一個虛擬聲卡 如果你沒有獨立的聲卡 你就要下載虛擬聲卡 這個配置的話這邊有個入字 入字的話你要選擇你自己麥克風 播放的話你可以選擇你的獨立聲卡 獨立的聲卡或者是虛擬麥克風 點設微預設值 然後右邊這個呢 點進去它是會顯示你電腦配置 顯示卡型號 用的是什麼的獨立聲卡 這時候我們點左下 我們點進去的時候它就啟動 啟動之後我們讓它跑一下 我們先設定一下 開啟你的麥克風設置 點設 麥克風設置 這邊有一個選擇的麥克風 首先你的輸入麥克風 好 這是我原本的麥克風MME 輸出麥克風 輸出麥克風 MME的虛擬聲卡或者是你的獨立聲卡 我選虛擬聲卡 音調調12 變女生附著變男生 區塊越低 比較不延遲但也不要太低 長度適中 選一個模型 使用虛擬聲卡設定 點Manual System Tray Run on Windows 兩個打勾 電腦打開的時候就會自動出現這個視窗 虛擬聲卡 然後再來我們點 選 System Settings 這裡設4400Hz 跟你的麥克風一樣是4100Hz 虛擬聲卡也一樣設是4400Hz 我們點第一個通道 選擇你自己麥克風 選MIME麥克風 選擇完之後這邊就會顯示音量 然後輸出設備 選擇獨立聲卡或者耳機設備 我選擇耳機設備 S間聽變音聲音 把H取消就可以了 B4給對方聽 好開啟完之後 他就開始跑 然後你可以聽到變音的效果 我們再介紹 另外一種 AI變聲器 解壓縮完之後 這邊有最新版的717 這個就是虛擬聲卡的安裝 直接安裝就可以了 這個是N卡的降噪程式 安裝完降噪的話 它會出現這個 設定好自己麥克風 入鏡千萬不要中文 打開資料夾 有一個叫GoReal Time Go In New 點兩下 我們看到新的版本 新的介面 新的版本它可以選擇 調整數據也可以選擇模型 它好像只有三個模型吧 版本是作者為B站的話而不哭 要多的模型B站尋找然後入選 你要選擇模型的話 直接點一下 它的數值它一鍵換參數 小白使用 我們選擇它最新的演算法 用GPU去做演算的 一樣我們這邊有一個輸入麥克風 選擇自己麥克風 然後輸出選擇虛擬聲卡 音調設置 12的話就是能變女 剩下就是默認不變 直接按開始推理 哈囉 我明顯有聽到 變換聲音的效果 我覺得效果還蠻好的 並沒有很延遲 我換下一個模型 我們按停止推理 聽到聲音嗎? 吃聲音還可以嗎? 喜歡嗎? 大家的各位 記得幫我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囉